炎人夏日,许多人都喜欢来杯清凉消暑的饮料 农业部农粮署就特别举办了国产水果调饮竞赛 鼓励餐饮以及手摇饮料业者 运用国产的巴勒、凤梨、芒果、红萌果等鲜果当作原料 开发各式各样的手摇饮料 迎合食当季以及创印品味的消费趋势 即一开始呢,会陆续在全台多家连锁饮料门市贩售 欢迎消费者来尝闲 五颜六色气球飞起象征国产水果的鲜嫩香甜 再来看到这几杯紫色黄色漸层加上冰块 炎炎夏日喝上一口透心凉 这些都是餐饮业者运用国产水果为原料 制作而成的各式创意调饮 让国产水果的消费更方便 那一方面也增加了水果的附加价值 能够更增加农油跟我们手摇饮店的收入 为了促进国产水果消费及产业加值 农业部农粮署与财团法人农业科技研究院 攜手举办国产水果调饮竞赛 业者发挥创意展现技术 用国产芭乐 凤梨 芒果以及红楼果等鲜果 做成民众喜爱 方便快速的手摇饮料 共计有30项产品报名 最终有8家厂商脱颖而出 获颁奖杯及奖金 采购国产水果达到10公吨以上 就还能够获得10万块的奖金 我们预计在国产的番石榴 凤梨 芒果跟红楼果 可以扩大有100公吨以上的消费量 创造3000万以上的产值 相关作品将陆续于各厂商门市贩售 让喜爱尝鲜喝饮料的民众 能用行动支持国产水果饮品 接着台北综合报导